平凡之中之交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天命难计算 都无法别来纠缠 平凡之中之交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慢慢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 这样都有不安多奇妙 有很高的感觉耶 莫气超好的 怎么样 跟天后唱歌的感觉 我很紧张 因为我觉得她的声音真的是 很难去 就是因为合唱很重要 就是两个搭配度 那我觉得我的声音比较吵一点 然后她的声音是很干净又很好听 然后对我很怕拖累她 但是刚才还好 对 OK啦 我觉得你唱歌比较好了 其实尽量避免讲话 通常会过于冗长 好 谢谢我们的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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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刚才我们是停留在那个90年代嘛 那到了现代我想新一代有很多的天王天后啦 对 在200年之后有出了很多 就是21世纪之后有很多 比如说刚刚刚讲的周杰伦啊 王力宏啊 那所以大家在新一代当中觉得最爱的一首情歌是什么 阿伯 我还蛮喜欢那个周杰伦的安静 有一次我是去 因为有一次我就我朋友生日派对 然后就一去 然后就去那KTV嘛 然后一到就 欸 因为很多人 就看到我前女友跟他现任男友坐在那边 哎呦 不是啦 然后就先安静给他点下去 真的喔 对对对 然后你唱完他们有什么反应吗 他自己跟他 因为他们就默默自己在忙去 也没有注意到我在唱歌 对了 你现在再对他们唱一次他们会注意到 有啊 好不好 你要我 是 是 有啊 有机会 完了 你要我 冷静啦 你要我说多买开 你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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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好 各说 真的 就是如果看到那个前女友跟他现任男友 对对对对 然后大家要一起那很欢乐的气氛 对不对 所以只好用歌声来唱出自己的心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刚才讲的故事我突然也就是想到一首周权的那个 那时候就是也是蛮惨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那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学妹 然后就是 他也是在我面前然后就是跟我喜欢的人 那我已经喜欢他五年 然后后来就看他 然后那时候 就是看他跟别的男生 看他跟别的男生 然后那感觉回来了 对不起我错了我应该点女生 就是说自己喜欢五年那个女生跟其他的男生 对对对就是牵手手 然后那时候就放着那首开不了口 也是周杰倫的歌 OK 来两句来感受一下 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 我一定会呵护着你也懂你想 你对我有多重要我可为难让你知道 这样是abanforzi 接下来 也是带来得出来 对 坝itting